他泡遍大陆港台男星,前男友多的数不过来,个个是猛男,如今31岁身家过亦无人敢娶。 张鲜宇,1987年出生于江苏,如今出道8年,绯闻不断情识也是颇为丰富,每段恋情还总是闹得沸沸扬扬,吃瓜群众表示都看腻了。 张鲜宇曾经在大学期间有过一段恋情,当时男友叫陈希,这段恋情是因为一组艳照而曝光,曝光后张鲜宇的艳照遭网友疯传,也是闹得沸沸扬扬,所爱张鲜宇还与香港演员吴卓熙也有过一段恋情,情识可谓真是丰富多彩,你以为这就完了?错!接住往下看! 张鲜宇与李晨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,当时分手时李晨送的金形石头也被调侃得不成样子,至于张鲜宇为什么和李晨分手? 有猜测是由于范冰冰冰的介入,也有传闻是张鲜宇出轨劈腿霍建华,在杭州与霍建华开房遭张鲜宇的证实,李晨一怒之下怒斩情思。 网友神吐槽盘点,前有吴卓熙,然后是李晨,现在又是霍建华,这姑娘是要把大陆港台3D男星号一遍啊! 对此,你怎么看呢?张鲜宇,1987年3月28日,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市,中国大陆女模特、女演员。 原名张燕,张鲜宇因为代言穿越火线生化宝贝,而获得中国第一足球宝贝,网游第一美女称号。 2011年,张鲜宇走红之后,她的隐私被媒体揭露,包括男友为她点烟,她被摸凶,她笔中指,与前男友亲密等照片。 张鲜宇在媒体问及时回应说,好夸张,照片是我19岁时跟朋友外出时拍的,当年我还没有出道。 面对沸沸扬扬的评论,张鲜宇的前任男友,吴卓熙坦言了解过去,呼吁张鲜宇面对一切,也呼吁粉丝不要太偏激,每个人都有过去,小朋友时候的吴卓熙也很拽,但入行之后就要向前看,希望大家看她以后的工作,表现,不要拿就照出来就当逆则新闻。 2012年,张鲜宇和吴卓熙分手之后,又和李晨,后张鲜宇和李晨于2013年9月分手,后被李晨指控出轨,还由这件事来炒作。